在加拿大洗车真能给你洗出一脑门子汗 这洗车厂名叫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自生自灭洗车厂 就是除了工作人员啥都有的洗车厂 这边洗车厂需要顾客自己服务自己 这就完美的解决了服务态度的问题 因为根本不存在服务 所以洗的干不干净全看自个儿 洗不干净也别怨你横不能给自己一搞八子吧 这个机器就是即时收费的机器 什么IPICIQ卡通通告诉他密码 然后刷完卡他就会有一个时间 一分钟一加币 然后转动这个钮就可以控制各种工具 你比如说想让他吐白沫他就吐白沫 想让这个滴的损他就滴的损 这边加拿大人基本上都是自己洗车 因为这个人工费实在是太贵了 所以这个人们的思维就是 宁可自己累得一身汗 这个钱也不能让人工赚 看看我这朋友车这埋态的 这全是毛 我这朋友是要脱发还是要进化 这头发还能顶到下个月吗 陈公子是万万没想到啊 出了国之后还得学会自己洗车 这加拿大上学他不光是要看你成绩 这学校一般还要什么通下水道证啊 洗车证啊 特级出师必章啥的 还有这妈妈带着孩子现场教学的 就是从小告诉你 你要是自个儿不会洗车 您的车就跟从三星堆里出土的似的 你这洗车洗俩点 你这还是阳间车吗 你这多长时间没洗了 四个多月吧 你多长时间没洗了 四千五百七十八个小时吧 哦 那比我短 谢谢大家